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打气快 轻便 压力能达到12公斤 之前我们传统的是8公斤 那我们自由可以设定 然后还可以高速运转 静音模式就是低速运转 我减半就是说本来是3000转 我可以静音模式的时候1500转 效率非常高 满足客户的需求 为什么带来香港呢 香港的市场人工比较贵 然后我们就切落它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后通过香港国际化的平台 辐射到整个全球 香港人最关心的就是维修保养 这台机器这方面怎么样 注意保持干净就可以了 它整机外面保持干净 然后它那个定制是扶刷的 扶刷的是保修定制保修一年 然后以损件我们免费保修半年 杨先生你怕不怕别人抄袭你的产品呢 不怕 五年之内他们模仿不了我们的产品 我们是高压的 还有一个扶刷 智能驱动 模仿不了的 对 说这么多没有意思 我决定问老板娘借几台机器回去做测试 老板娘可以吗 没问题 你看到桌子上有几台不同的气泵 没错 今天介绍的就是气泵 传统的就像我手上用的这种 很多人用 就比较传统一点 也不轻 就像我左手这台就名为静音泵 静音泵当然安静很多 但就变得非常非常重 像我这么强壮也抬不起它 至于想要再大一点用来喷油漆的 要喷油漆就像我这个2.5匹 你看它有多大 一定要叫车才可以搬得动 到底有没有新的泵 可以又小又轻又够粒 最好还可以省电 当然有了 现在马上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面前这几台新型的气泵了 这个品牌就是铁城 听名字就知道 铁城是我们中国的品牌 但不要小看它 这个专利还没有在其他气泵上用过 这个技术名叫什么 它的名字就叫做 无刷变频气泵 大家也听到了 变频到底是什么 在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东西都用上了变频 比如我们的冰箱 比如我们的冷气 为什么有什么好 变频首先是省电 第二就是可以很精细地控制 在冰箱上可以控制温度 泵的话就可以好好控制力度和出气的流量 为什么这么重要 就像在喷漆的时候 如果气压突然变高或变低 喷出来的东西会不好看 也会有问题 效果非常不好 最后就要说维修保养了 平时旧的气泵 要做维修保养 必须要换碳刷 入油 换皮带 放水 但新型气泵 没有碳刷 就不需要做这么多事了 可以长时间地使用 据他们说 可以24小时不停运作 但可不可行 待会儿做测试给大家看看 首先说的就是这一台DC770 有什么吸引到我 大家也知道 就是体积小 它的重量只有7.5公斤 很轻 单手我也可以拿起 它的力度方面不简单 可以达到2.5匹 也就是说40磅到130磅 那磅数指标是什么呢 就是PSI 就是每平方寸有多少磅数 它的力度可以媲美混凝土枪 接下来就是这台铁程的DC770XE 你看它的model number也差不多 没错 基本上两台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多了一个10公斤的钢 也许你会问 为什么有些有钢 有些没有 因为有些地盘不能带钢进去 要验钢纸 这个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这台可以用钉枪 所以名字叫做钉枪王 而这台就可以用来喷油漆 到底可不可以 我们之后再做给大家看 一样就像刚才说的 40到130PSI 力度是相当足够 好了 旁边这一台DC990XE喷涂王 你听名字也知道 是专门用来喷东西的 现在说的是3.5P 它的PSI是43到175这么高 大家也知道 170几的时候可以做什么 用来喷稠涂料 喷17是没有难度的 只要150磅就足够了 喷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 均匀 如果气不顺 忽大忽小的时候 就要重新再做 希望这台机器在测试的时候 可以做到均匀的效果 接下来说的就是DC990K 名为拉杆式的喷涂王 听名字就是和这台差不多 其实内胆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在设计上多了拉杆式 不要小看这个设计 大家扪心自问 拿过气泵的人都知道 是又大又不好拿 所以有了这个设计 就能像拉行李箱一样拖出去了 刚才我拉进来的时候非常方便 一边拉行李一边打电话一样 所以我还蛮推荐给大家 如果真的用来喷油漆 这东西相当不错 看起来很完美 文字和数据就非常漂亮 但实际可不可以 我们马上做实验给大家看 今天风和日历 我们来到燕港 要做什么呢 没错 我们就是要挑战一位牛人 有没有这么厉害啊 宅舍 以前的旧机要两人一台一台 现在新机我可以一人台两台 那就试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